记者林彦均,台北报道彭恰恰日前民视台湾的声音,彭恰恰从1984年初她演艺圈至今,纵横台湾演艺圈30多年,近期她开始当 导演又写歌,还指导多部电影当起导演,也对音乐剧有了浓厚的兴趣,作品一档接住一档,信业的彭恰恰曾说,死,也要死在舞步上 彭恰恰终上节目分享心路历程 图,民视提供主持人李哲义好奇问彭恰恰说,你的导演梦,是因为眼而优则倒,还是当导演赚的比较多 没想到彭恰恰回,我为了得到那匹马小鱼金马奖大鱼,拍了四部电影赔惨了,房子都拿去贷款,还是无法忘怀导演梦 彭恰恰爆料,曾为将电视电影青春歌仔转成底片,转档每一分钟要价一万元,重新剪接一百多分钟的影片还重新混音,共花了两百三十五万元,耗费心力又砸下 财产,但金马奖宣布入围的那一天,在广播中没听到自己的名字,但以刘云调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,彭恰恰安慰自己说这是这辈子最接近金马奖的一次 彭恰恰谈到创作歌曲,最难忘的就是写给母亲的歌妈妈,在她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流泪,长大后慢慢理解母亲的辛苦,儿母 经过事实彭哥正在澳门工作,彭恰恰感性地说,写给母亲的歌词中说到要陪她到老,却没有做到,这首歌也从没唱给妈妈听过 彭恰恰现场演唱妈妈,在弯声乐团演奏下,让彭恰恰感动流下男儿泪